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台湾旅行团在云南遭遇车祸事故,造成两人重伤,八人轻伤。 观光局表示,伤势较严重者将留当地医院治疗,伤势较轻者明日上午将提前返台,目前积极处理中将随时更新讯息。 观光局指出,此团是豪美旅行社12月21日至28日大陆昆明旅行团共识人韩领队,该团于12月22日上午11时游历将前往卢沽湖途中,因当地天后不加道路结兵导致翻车导致旅客识人受伤。 观光局说,目前伤势较重者领队陈欧凤于旅客王欧治以及骨折伤势的陈欧林朱欧兹均已转至立将人民医院继续接受治疗,令朱欧兹的先生义欧如将留在医院陪同照顾,而伤势无大碍之旅客唐欧泰等5人将于明24日上午提前返台。 观光局表示,豪美旅行社已结同中方旅行社及当地旅游主管机关积极协助处理中,令目前尚无家属表示需前往路方观光局将持续联系了解相关状况,并依旅行社需求给予必要之协助,亦将适时更新相关讯息。 台湾旅行团传营难预测或车辆翻覆尿试商。